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4 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空气枪 一伙人拉拉扯扯 其中远警要制止民众强行进入 台湾建国党成员来到警服门 党主席黄国华居然携带空气枪 企图闯入管制区 甚至扬言要开枪卸份 另外也有立法委员举牌抗议 还有团体没通行证 就敲锣打鼓要强制通过管制区 好在通通顺利当下 没有影响到国庆大典 一针组侨胞翔进场 没经过安检全体被拦下 雨伞通通被装袋收走 产品状物品包含自拍棒 通通不可吸入 另外就连水壶也是检查重点 还要通过安检门 就是要做到滴水不漏 同时也出动便衣特勤人员 随时掌握现场状况 还有维安人员 骑着U-bike观察四周 而总统府附近的台湾大楼 顶楼也设有国安局临时指挥中心 加派维安人员 并配有枪响侦测器 先放心 请国人安心 所以节育安全 伸出大拇指比赞 要大家放心 国安局联合警力 加强巡逻高度戒备 维安措施提高层级 就是要让国庆大典 能够顺利平安落寞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道